有多少人想不通不就是觉得没面子吗 你们想想看,你们现在想通了 你们什么都明白 你们在这个世界上,你们得到的都失去了 你们过去得到很多,你们又失去了很多 你们得到了年轻,你们失去了年轻 你们得到了很多财,你们又在一生当中又失去了这些财 你们过去用过的东西,买回来的时候特别高兴 现在一看,什么都没有 你们过去,年轻时候身体非常好 现在浑身都是病 你们长出来的时候,牙齿是多么的整齐 现在一个个都掉到七零八落 想想看,这所有的一切不就是给人最好的指示吗 难道我们还不要注意,这个世界上什么都是假的吗 去跟人家争神强势吗 所有的一切都是假的 为什么去跟人家吵架呢 为什么争啊 争来的东西过一段时间又没了 为什么要去争呢 年轻的时候肯不肯不争啊 对不对啊 哎呀,这个地方争一点 那个地方争一点 等到你争到头了 你已经躺在床上了 你什么都没有了 你还争神了 争来的也是婚人的 得到的也是婚人的 所以真正聪明的人是不争不强 真正聪明的人是虚来世的 真正聪明的人是我们要到西方极乐世界的 我们要到四圣道啊 要脱离六道轮回啊 再好也会走啊 过去有多少皇帝啊 也就是这么来来去去啊 当他知道自己做皇帝 拥有钱财 拥有钱财 拥有所有的地位的时候 但是等待着他也是死亡啊 所以佛险佛的 所以佛陀讲了一句话 生老病死 谁也躲不掉了 谁也躲不掉了 这生老病死 只要你到了这个人间 你就是生出来的 你老是逃不掉的 你生病是逃不掉的 你死能逃掉吗 你再有钱的人 你也是生老病死 所以真正有智慧的人 是要摆脱现在的烦恼 能够想到今后 想到我这辈子到人间来 就是一个缘分 等我缘结束了 我也就什么都没 我的缘就会自然的灭亡 等到我跟这个老公老婆 好的时候就是有缘分 等到哪一天我跟他离开了 或者离婚或者死了 也就是没缘分 想想看 这不是自然来源 是自然没 所以没有生灭 这个世界是没有生也没有灭的 再好的夫妻也得分开 再好的感情也得分开 想想看 我们这辈子活在世界上 有多少我们不愿意离开的事情 我们不是离开他 有多少我们不愿意舍弃的 我们无可奈何的舍弃 有多少东西我们想求 我们求得到吗 同样讲 求不得苦 所以我们人的苦难是没有尽头 就像我们在这个一个地方 比方说我们这个房子里面正在着火 我们想在房子里 导火的房子里 想找一个边上没有烧起来的地方躲在里边 你躲得了吗 你只有离开这个房子 你才能脱离这个火海啊 只有离开了人间 脱离了六道轮回 我们才能真正的下一辈子不来 我们才能得到真正的佛菩萨的加持 我们才能真正永久的离开苦难 否则所有的离开苦难都是暂时的 所以这些暂时的东西 是我们做自己不能控制的 所以想在苦难当中早清不苦 那是不可能的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现在在人间 要摆脱苦恼 摆脱烦恼 摆脱苦难 我们只有用菩萨的境界才能帮助我们 就像我们现在如果都是在小学里读书 我们怎么样能够读到大学呢 我们只有求大学的教授帮助我们 功课做得好一点 我们才能脱离小学啊 道理臭水营养 所以我们不要编织一张网 让这张网呢 能够 这张网就是我们人间的烦恼 要把这张网剧除 当时有曾经唱过一首歌叫《勤网》 实际上人世间还有烦恼网 还有更多的各种各样的嫉妒网 还有很多很多的称恨心的恨人家的恨心网 等等一切都是像一张一张的网把你遮住 让你重担不准 很多人贪心也贪心的网 情感上出不来有情感的网 我们多可怜 我们多苦恼 我们什么都离不开 我们能自己解决什么问题 想想看 地震来的时候 我们人能做些什么 你们想想看 哪一个国家有能力防止地震发生 想想看 哪一个国家有本事不让它下雨呢 我们现在的渔民 过去的人任何靠天吃饭的那些生意 做了工作 实际上天下下雨 它有什么办法 所以人是不能胜天的 人是绝对是不能控制大自然的 所以我们只有好好的修心 让自己这颗心变得越来越沉洁 那么谁能控制大自然的 只有佛萨 只有超能量的 能够有高境界才能控制 所以我们只有在人间就变成佛菩萨 我们才能有这个超能量 我们才能能够克服人间的种种的苦难 我们这样才能带过我们的烦恼 我们才能走路四圣道 和到西方极乐世界 很多人说 哎呀 我很苦啊 哎呀 我现在就想脱离人间了 我就想到西方极乐世界去啊 去得了吗 想想一生的烦恼 一生的病已经给你报应了 就相当于一个坏人 已经关在监狱里了 所以我向往自由 他出得来吗 就像一个生病的人 他说 哎呀 我要到一个好地方去旅游 他去得了吗 他没有能力啊 你们哪个人不就是现在在生病吗 你们身体不好不就是因为有过去的灭障吗 你们的身体不好了 你们的感情不好了 你们的烦恼了 种种的业障 让你们恨心 让你们烦恼心 嫉妒心 你们怎么能够有一个安静清静的心报 安静清静的西方极乐世界 去不了的 不是学了都能去的 过去考状元 不是谁学习想考状元都能考得上的 很难啊 要真正的摆脱自己目前 这次有一个跟台长学清零法门的人 台长看到他上了西方极乐世界 为什么 这个老人家本身就活了八十几岁 这个老人家本身死的时候无病无痛 从这个道理上大家就知道了 一个人浑身带着病痛 浑身带着烦恼 浑身带着痛苦 这个人能到西方极乐世界吗 西方极乐世界难道就是接受那些 浑身带有虐脏 带有灵性的人吗 所以跟着台长 先把身上的灵性修掉 把身上的虐脏修掉 你们才能真正的超越六道轮回 才能真正的下辈子不来再来偷懒 才能真正的得到 真正脱离摆脱现代 所以烦恼谁对你 所以真正的修行要好好地修 要好好地从心里修 把我们的病痛修掉了 把我们的烦恼修掉了 这样我们才能到干净的地方啊 就像你要做一个太空人上去一样 你必须身体好 你才能真经得起那种太空的压力啊 现在叫你们上去不行了 人生都是病 还能到半太空的气喘不过来啊 血压高了 这就是身上的魔呀 所以真正聪明的人 真正懂这些事情的人 就是什么 就是要明白 我们要真正的在人间先成佛 我们才能真正的成佛 今天就给大家开始到这里了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